接下來關心今年的第六號颱風花 有沒有可能生成呢 中央氣象局說這個熱帶性的低氣氧 目前快速地接近了八十海峽 最快明年白天會生成輕度颱風 提醒台東跟恆春地區的民眾 在明天深夜留意局部的大雨 預計五號的深夜到隔天清晨 最為靠近臺灣 不過到了七號 也就是星期三就會遠離 那麼到時候全臺又會回到 高溫炎熱的晴朗天氣了 邁入七月太平洋颱風季 看到氣象局的颱風路徑預測圖 有熱帶性低氣氧正快速接近巴士海峽 五號可能增強為今年第六號 輕度颱風煙花 五號深夜到六號凌晨 最靠近臺灣 這個熱帶性低氣氧它的路徑 算是滿明朗的 會逐漸的往巴士海峽接近 可是強度的發展上 目前變數還是比較大 它對我們臺灣的近海峽 造成影響的話 我們會視狀況 可能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會對我們東半部基隆北海岸 以及南部的沿海帶來長浪 六號將為臺東恆春帶來局部大雨 一直到七號週三 才會遠離臺灣回復高溫晴朗天氣 外國模擬熱帶系統路徑圖也顯示 熱帶性地氣壓持續朝西北移動 往臺灣南方靠近 颱風是否生成還是未知數 不過確定的是未來兩天 會為南部地區帶來局部大雨 北部地區則不受影響 繼續維持高溫三十六度以上的大熱天 預計禮拜三逐漸往華南接近 會逐漸地減弱 而且遠離臺灣 各地又會恢復典型夏季的天氣形態 只有在臺東跟恆春半島 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的現象 若青台煙花生成 氣象局將會視情況發布海上警報 至於陸上警報 目前發布機率很小 除非颱風生成強度又大幅增加 提醒南部觀眾朋友 五號上班日可能出現局部大雨 外出記得攜帶雨具了 華爾新聞蔡婷運黃建盈台北報導